今天要来一场0056跟0050的大PK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他们的资金规模 这么多年了哦 0050的资金规模 根本就没有什么在变 但是0056近年却急速上升 为什么0056可以这么快速扩大规模啊 因为大家超爱买 散户的人数已经正式超越0050了 而且你可以发现 0050的资金规模 都是集中在法人的手上 0056它刚好相反 它的资金规模都是散户贡献的 所以0056也被称作国民ETF 大家都在买 那我跟着买准没错吧 诶 这样跟着散户走真的就对吗 好问题 比较ETF最重要的就是看他们追踪的指数 0050追踪的是台湾50指数 包含了台湾最大家的50家公司啊 是一种被动的指标指数 是用来衡量市场表现的指标 主要的特性就是市值加权 公司如果市值越大 占这个市场的比重也会越高 也就能越代表这个市场 相反的市值越小的公司 代表性也就越低 追踪这种指数的ETF 是用来赚取市场报酬的好工具 那0056呢 它追踪的是台湾高股息指数 是从台湾前150大上市公司 预测未来一年股息率谁最高 最高的那30档股票 就当作指数的成分股 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种主动的策略指数 是用来挑出市场上高股息的股票 不是用来衡量市场整体表现的 所以通常要看台湾股市的表现 会去看大盘或是0050 不会跑去看0056 再来我们比较他们 近5年跟近10年的 韩息累积总报酬 都是0050比较高 那定期定额呢 结果也是0050胜出 各位一定会好奇 为什么0056会输这么多啊 因为0050赚的是市场报酬 什么是市场报酬呢 也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和企业盈喻的成长 我们常常听到的大盘 就是市场报酬 跟大盘的联动程度 通常可以用β来判断 像是0050的β值就很接近1 加上0050的总市值 占大盘约7成 是取得台湾市场报酬的好工具 但是0056是靠着 人为预测殖利率最高的30档股票 这种主动的选股策略 很可能会严重偏离市场报酬啊 0056的β值 大约就借在0.6到0.8之间 占大盘的市值比重不到15%啊 像是前些日子台积电大涨的时候 买0056的散户就很惨 因为0056没有台积电啊 那市值加全的0050呢 台积电的比例是47% 这代表目前半导体产业 在台湾整个市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 投资0050就是用来赚取市场报酬的 如果因为台积电的比重太高 而不去投资0050 反而会失去获得市场报酬的好机会 国外著名的研究也指出 全球6万2千家公司 前面1.3%的811间公司 就创造了整体股市的财富效果 只要没选到这前1%的公司 长期一定输给市场报酬 再来我们要比的是 内扣总费用 可以看出来0056高出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0056是一种根据 未来股息殖利率的主动选股策略啊 每年两次五进五出 这样的周转率可是很高的 周转率越高 代表买卖的越频繁 交易费用也跟着越多 那为什么0050的周转率可以这么低呢 因为市值加全 假设台湾50指数中的台积电的占比是五成 然后台积电的股价上升了一成 市值也跟着提高了一成 占比变成了六成 那追踪他的ETF0050 里面刚好就有台积电的股票 股价也会跟着上涨 权重也自然提高了一成 所以就不用另外再买台积电来调整比例 因为他的占比自动就会变成六成 内扣总费用就像两个人在赛跑 每一圈都让对方多跑一点再开始跑 长期下来自然会对报酬不利啊 再来要分析一下大家常常看的指标 持股分散度 0056虽然分散 但有严重偏离市场报酬的风险 那价位的话呢 因为券商有推出定期定额买领股的活动 今年10月又要开放盘中铃股交易 所以价位根本不是考量的点 那折议价呢 两边都很低 交易量也都很够 流动性都不错 最后大魔王来了 值利率 老实说比这真的没有意义 并不是说配息不重要 要看的是 韩息总报酬 也就是资本利得加上配息 这个迷思我等一下还会详细说明 所以呢 这样看下来 0050跟0056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追踪的指数形式啊 它会连带影响到ETF的报酬 跟周转率 投资前还请先想清楚 你要的是市场报酬 还是没有意义的高配息 但是 0056的总报酬 也不一定会输给0050哦 为什么呢 我们要先了解 0056背后的设计原理 Smart Beta 因此投资的一种 这种ETF 在前几年的华尔街 就非常流行了 国内的投信 最近才开始疯狂推出 什么是因子呢 你就把它想象成股票的DNA 会好懂很多 它呈现出的是股票的某种特征 我们先看几个常见的因子 像是富邦公司治理00692 就是偏重获利跟品质 国泰股利精选30 00701其实算是低波动 不要给它名字给骗了 那重点来了 高股息根本不算是一种因子 而是一种噱头啊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解释报酬的能力 但是高股息可能会不小心 捕捉到价值DNA 有时候是会赢过大盘的 像是美国1963到1991年的价值股 平均每年就赢过市场 4.9%啊 超多 但是到了最近20年 就平均每年输给市场2.2% 判断有没有价值DNA的关键 就是看 本益比跟股价净值比 可以看出来 0056这两项的比率都比0050还低 那什么股票有价值DNA呢 也就是价格被低估的便宜股票 为什么便宜呢 因为风险高 不确定性高 没有人敢买啊 所以敢买 敢承担风险的人 市场就额外给你多一点的报酬 就像是你在冲浪的时候 冲比较大的浪真的很爽 但是跌到狗吃水的几率 也会跟着大增 这也是为什么 0056有这么多高波动的电子股啊 像是2018年最神的股票 2327国巨 从年初股价300多 一路涨到年中的1300 之后一路跌到年底 变回300多 这时候0056就大力买进 那时候国巨的本益比 只有4啊 但到了今年6月 0056叫它滚蛋的时候 本益比是24 这就是一个高股息 0056刚好间接捕捉到 价值DNA的最明显案例 就是因为价值因子 0056将来是有可能 会赢过0050的 但是赢的原因 绝对不是因为它的高配息 这个逻辑一定要有 但是高股息策略 是间接不小心锁定到 不是直接锁定 所以维持的时间也不长 像是2009年到2011年 0056的报酬赢过0050 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价值因子 将来我也会另外再做一部影片 详细解释 因为我看到太多人去研究这些 ETF的持股 其实要先搞懂的是它背后的设计原理 以后不管投信出什么样的策略型 ETF 你一眼就可以看破它想玩的把戏 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买0056是因为价值DNA而选 还算那么有一点点合理 如果是为了高配息而选 那就离谱了 直接举一个真实案例 这是某位网友的留言 大家可以按下暂停看一下 不是真对哦 因为真的太多人这样想了 看完你会发现 这种思考逻辑 真的是零分 总报酬率可有可无 你不要可以给我啊 越高的含息总报酬 也就是代表你退休金的投资组合 会成长得越快 你能提领出来的钱也就更多耶 每年114万 绰绰有余 蛤 你们有想过 万一本金跌太多 配息不够用 那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好 就算退100万步 本金真的超多 可以完全靠配息生活 但多余的总报酬 可以让你在退休后 多几次出国玩的机会耶 市值加权跟广泛分散的投资组合 才有办法达到比较高的提领率 根据高配息的存股方法 就是一个比较烂的投资方式 我知道 有些存股族 可能会很想点我 但这不是我说的哦 先锋集团研究说的 连结放到下方 除了低利率时代和媒体炒作以外 为什么有这种偏好高配息的神奇现象呢 因为这些买高配息股票的人 可以说服自己 如果股票上涨 算是额外赚到的利多 如果股票下跌 也有配息可以带来安慰啊 从心理的层面上 感觉稳赚不赔耶 但实际上却是亏的 再来我们想象一下 两个不同的场景哦 第一个是你收到一百万的现金鼓励 用它来买一台车 第二个是你卖出了一百万的股票 用它来买车 如果买完车之后 股价直接大涨了五成 哪一个场景你会比较不爽 但是仔细想想哦 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 而且配息还可能要被扣税呢 根据研究 其实第二个场景带来的遗憾 会更加强烈啊 各位投资人 0056真的像极了爱情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单恋一枝花呢 它怎么了 脑袋坏掉了 最后我们的重头戏来了 0050跟0056的波段操作 这是叉叉大叔发明的 0050KD乐活法 一年可以赚18% 结果今年的报酬 比定存还差啊 后来叉叉教主 把它改良成这样 这根本就是五十步效百步啊 还不是一样都是跟着后照镜开车 根据过去的资料找形态 未来又不一定有效 再来我们看 0056的三角形买法 加上除全息买卖法 一年赚20% 打败市场就是所谓的零和游戏 你多赚的一定是别人多赔的 这种每个人都学得会的招 然后每个人不是赚20%就是18% 啊台股长期的市场报酬 就8%左右耶 难道报酬会无中生有吗 华尔街的超盘手 光是想赢过市场1-2%就很困难了 老实说 这样看着过去的股价形态 随便发明波段操作 我也会啊 技术指标那么多 随便挑几个 把它们排列组合 用程式都可以跑出10种以上 在过去有效的方法 问题是在将来根本就无法维持 而且根据这种信号进场 有时候根本就是找不到 根据复达投信的报告 1993-2017年 SNP500指数的报酬是910% 只要错过其中最好的30天 报酬就会剩下107% 也就是说910万会变成107万啊 差了8.5倍啊 我相信用这种神奇方法 错过的绝对不止30天 重点是 如果你想要赚到市场报酬 就必须留在市场 只要错过短短的几天 就会严重损害到长期报酬 我敢跟各位打赌 用这些鸟方法 在长期10年以上的报酬 绝对输给 简单长期持有 技术指标在短期 是有可能赚到钱的 但不是像这种没有逻辑的方法 而且技术指标 通常在公布后的效益都会大减 所以只要有聪明人发现 他绝对会自己保密 自己爽爽赚 会公开的都是没效的 单纯用来赚粉丝钱的 记住 会赚钱的不会公开 公开的都是不会赚钱的 好吗 而且这种根据挑时机进出场的能力 连巴菲特 彼得林区 约翰伯格都说做不到了 你觉得这些人做得到吗 No 市场有时候就像个正经的大人 他会留墙太弱 像是台积电强的时候 比重就跟着上升 哪一天台积电走下坡 从指数中踢出 也是有可能的 市场有时候也像个调皮的小孩 常常戏弄投资人啊 谁想欺负他 反而会被他恶整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使用低成本的市值加权ETF 来跟他好好相处啊 我想的这个比喻不错吧 给几分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部影片见